《迪英报》下定决心退出演艺圈。下半辈子要陪孙安佐做此事,曾说,媒体会害死我们。 一人迪英和孙鹏的儿子孙安佐在美国闯祸,两夫妻台美不停奔波,打官司只为了将儿子平安救出,身心煎熬的迪英甚至剪掉留了34年的长发。 外传他在美国期间看见台湾对儿子的报道道心寒,下定决心要退出演艺圈。 图番设置网络 图番设置网络,今年3月孙安佐闯祸时,迪英还第一时间回应媒体,表示儿子的枪只是道具,因为认知不同才会被逮捕。 但接下来台湾媒体开始狂报道此事,让迪英特别心寒,还曾向阳怀民下口令,要台湾媒体不要再报了会害死我们。 图番设置IROP Dube,根据《一周刊》报道,迪英多次进出台湾都刻意与媒体保持距离, 和孙安佐事件发生当下马上接受媒体专访的态度全然不同。 加上这次反台还忍不住对媒体逗怒,因为当时记者不小心打到他的头,让退出演艺圈的传闻增加。 图番设置网组,又传出他退出演艺圈后,会以照顾孙安佐为重心,直到他长大。 网友也纷纷揣测,迪英此次回台后,异常低调,其实更说明他退出演艺圈是来真的,酸的民众又不是他的粉。 他退出有差吗?我觉得安佐不是妈宝,是他老母硬要把他拉在身边,想害孙安佐害到几岁,帮安佐QQ不是妈宝都被营养成妈宝,那胸肌都比我大了。 你是要他长多大?XD,当他家的小孩?很好。爸妈谈到底,很显然18岁还不够大不可能只有妈妈很宠吧?但只有妈妈被骂在这边帮孙鹏刷一下存在感QQ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